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养家到处奔波的歌仔戏班女演员 当杨丽英以歌仔戏的身段亮相时 专业唱腔惊艳了全场 真正让她尝到一炮而红的滋汇 是在之后转进了电视节目连环炮 以不济形象的女丑角色而走猴 对她来说表演是少女时代的避风港 因为从小父亲欠债 跑路又家暴 小三那年父亲是在中秋节前戏被警察抓走 杨丽英至今在演到没有饭吃的角色 她都会勾起自己的亲身回忆 带你一块来认识杨丽英的故事 妈啊 听你觉得很光荣 很骄傲 我们家冠军是怎么样的 我生到这个 新银帅这么粗 这么长 还这么八脑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总能演进人心坎里 杨丽英这回在舞台剧七十三遍 要诠释金剧大师朱露豪的歌仔戏妈妈 再也没有人会那么仔细地看我的演出告诉我 哪里不够好 不为别的 就为自己唱 七十三遍中的杨丽英 一辈子为了生活在歌仔戏般赶场 无论扮相或唱腔都令人惊艳 黑边有一个 逢风吐泡 我左侃 右侃 逐逐有三笑句 问一生公主啊 我紧念的事 买入河 你看 它是左侃 右侃 所以她的台语的文运 非常非常的好听 所以我算是从小就有锻炼 因为我阿嬷在家里头 我们跟她讲国语 她是不搭理我们的 她就假装听不懂 她不管我们 所以我们要跟阿嬷讲话 一定要讲台语 然后我又很喜欢看歌仔戏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歌仔戏 出身台北仁爱闹居 跟阿嬷学会一口道地台语 七十三遍戏中 穷到舍不得一颗苹果的滋味 她特别有感 因为小四那一年 父亲生意失败欠债 中秋节前夕被警察带走 接近中秋节 所有的老师桌子上 都放了一盒月饼学校发的 那老师看了看月饼 就说你家里有没有月饼 我就 他说 你明天叫你爸爸来 那我就 哭了 老师就吓一跳说 干什么 你为什么哭了 我说 爸爸昨天被警察抓走了 在中秋节前夕 老师在问我说 家里有没有月饼 说我要摇头 老师就把那盒月饼给我 那我就很开心地带着那盒月饼回家 妈妈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就带着我去 跟老师回去 对 然后 后来老师就帮我免费地帮我补习 怕我尴尬 然后让我也教戏风带上去 就是有时候人生碰到一些好老师 真的是 卧青生意失败 违反票据法 家中还常常搬家 杨立英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做绣花鞋赚钱 隔壁是在做绣花鞋 那我们就要去包装那些绣花鞋 我从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开始打工去赚钱 因为有时候回到家里 然后门口躺着一个人 你就要哈鬼你知道吗 就要跨过那个人 才能够去把你家的门 就是来要钱的啊 对啊 就是那可是他就 家里不肯帮他开门啊 因为债主来了 我爸不肯开门 所以他就躺在我家门口 等我爸出来啊 我从小是在一个家暴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那所以我 我有一段时间是不在家里生活 因为我跟我爸起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因为他会家暴 然后我就会去挡会去拉 然后所以我就会被他打得更凶 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搬到那个兰陵朋友 一起合租的一个小公寓里头 反正你姐就觉得我欠他 很期盼 我只要听你师父说你的事情 对啊 蓝陵剧坊就像个寄托 也把成长压力化为养分 杨烈应在蓝陵遇上贵人 侯孝贤 幸运踏入电影圈 演员实验教室第一版的时候 他就帮我拍了一些相片 然后把我的相片拿给侯导他们去看 那也跟他讲说我在叶青那边演歌仔戏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也有找到叶姐那边去问我的资料 侯导他都是慢工出戏活有时候 一副一年 一年或者是两年才一副 一年赚两万 对然后我一年赚两万 你怎么知道 真的哦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 那时候住在一起 那我们一起出去叫达阿弥 一人叫一碗阳春面 然后切了一个卤蛋 那卤蛋呢还舍不得 因为切了四片 然后吃 你吃两片我吃两片 我想说他是男生 他比较需要营养 另外一片我就舍不得吃 我说你吃啦你吃我 我够了 他就说你吃啦你吃 我就说没关系 四分之一要推这样 对啊就是就这样小小一半的那个 那个卤蛋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 国边女主角的现实是 一年赚两万饿肚子 后来会跨足电视圈 是因为伟中哥向重她的不计形象 利邀杨丽英加入连环炮 不得上线啊 对了你看吧 这个小学生 坐的时候画线的 不得上线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 天淡一循 女丑难找 就是能够在 在长得 有点好看 然后又愿意当女丑的人 真的不多这样子 后来他就邀请我演连环炮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契机 所以那时候伟中哥 邀请我去演连环炮的时候 不由分说 我就说好 我记得我第一次 跟伟中哥碰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他一进门我就说 咖啡钱你付哦 我没钱 你请客 等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在登岸的时候 是谁在飞离我 以女丑角色成功打开知名度 女丑过犹不及很难拿捏 杨丽颖总能发挥的零力禁止 那你知道布袋戏 他们就是这样这样拉的嘛 所以他那个布袋戏的 那个娃娃在跑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他的嘴巴 一定要开开 因为他们是那个 是那个两条线这样 所以他会这样 玩偶嘛 这个真的要来不记形象的 我觉得 也OK 尺度都OK OK啊 我还常常从那个 沙发上翻过来翻过去 摔在地上 女主角来了 不够红爱 你看看 布袋西林女主角出场的时候 一定会唱歌 很重要的一点 女主角唱歌的时候 还不时的要撞男主角一下 演技大开的他 2006年 凭着草山春辉 拿下第41届 金钟最佳女主角奖 他将生活历练变成 无论是舞台剧上 待父出征的议员妈妈 本人在这里 跟大家报告 我和我全家 一定会一起来守护 传统的幸福下职 还是属于养成记里头 唱歌会走音的妈妈 末世七十三便里 失智的母亲 都有杨丽英 来自亲人与生活的淬炼 因为我妈现在有点失智 所以我 所以在照顾她 下面是 有时候会有一点挫折 比如说她就是这样子 会看电视看看 看到睡着 然后就坐在那里睡着 你电视一关她就醒过来 对啊 她就是 她就是像 所以我在那个戏里头 我就把它放进去 我在七十三便里面就放进去 然后呢 我戏里面的那句台词说 我躺着睡不着 电视开着我有点生意 也是我妈讲的 我就把它拿过来用 对啊 那比如说像 像那个 嘉玲的阿嬷她不是唱歌吗 会走音吗 我也是学我妈妈的 哈哈哈哈 我妈妈是我最好的demo对象 我好多好多的素材 我甚至有一些台语不太会翻 我就问她 我说这句要怎么说 你说让我听 她就会去 稍等 她就去找老花眼镜 找来然后就这样戴 然后就这样讲给我听 我说你这样说不好使 她说不然我这样说 很好玩 对她其实也蛮开心 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请教她 你如果准备找这套的 我感觉你去搞一个阿兜啊 好 哦 哦 就你open 哦 没听到你学一个阿兜的 我可爱的哦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 运气很好很好的人 你看 我从国光毕业以后 然后我就到了蓝宁剧房 蓝宁剧房在当年是 是奠定我们台湾戏剧 基石的一个剧团 他开枝善叶的 对 也在现在是 大家都非常的表现好 对 然后你看看 然后后来我 我又在杜可峰的介绍之下 我又跟猴岛拍电影 猴岛又是我们台湾 电影的一块大盘石 然后后来我到了电视 我又碰到伟宗哥 我一路上一路上 我都碰到了最精英 最精华的 然后我到了舞台 然后又碰到国修老师 老天爷会把一些 东西交给我们 让我们去交给别人 我们就是那个展具 我们就是把这些花捧过来交给你 但是交给你之后呢 我的责任就完了 我把这个角色捧到你面前交给你 然后我的工作就结束 我捧那个花过来的时候 花送走了 我手上还有花的香气 人家觉得好棒 这是杨丽音一路走来 横跨电影电视舞台剧的 芬芳哲学 而现实生活当中呢 杨丽自己的人生规划 可不是照剧本走的 她在第一部国片拍摄期间 认识了场季陈怀恩 也就是后来 电影练习曲的导演 两个人都爱看电影 身边有一群共同的朋友 常常聚会 有一次游安顺起哄之下 杨丽音大胆捉弄陈怀恩 故意盖被子主动献吻 没有想到两个人就这样 一吻定情 而婚后的杨丽音呢 推走了许多宝贵的演出角色 她期待要怀孕 只是求子录 却成了最煎熬的考验 继续要带您看 杨丽音如何走过五年 流产优生的痛苦 蜕变成幸福三宝妈 这是什么 谢谢 啊 啊 这哪餐像杂丽音的争吵 爱情 结婚前在世 结婚后才能幸福 除了养成技术中 杨丽音就像自家阿嬷 自家妈妈般 还有着冰箱理论 只有保存 没有期限 是假装两个太高 还是您日本阿姨 穿甘驾来的虚子 要问你说 要问你说啊 浑然天成的演技唤起观众共鸣 不过在杨丽音的人生舞台上 谈恋爱生子一切都不是照剧本来 我跟我先生认识是在儿子大玩偶 那个时候我是女主角 她是场季 那时候因缘季会 我们去看金马银展 哇那每年的金马银展是我们的大拜拜时间 每一场然后每个人都赶着去看 然后做笔记干嘛干嘛 然后我先生那时候刚好也很爱看电影 那看了以后呢 我们就站在路边 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讲不完 然后就一起再回到家里头 因为大家都是有同样的爱好 所以一起聊电影 一起聊音乐 一起聊什么 聊聊聊聊 后来一起弄剧团 一起弄戏 两人拍摄童年往事时 因为收工后的穿门子 静意稳定情 到有安顺房间 然后他就他就说 因为没地方坐 你就会坐到人家床上 坐了以后他就说 你们俩敢不敢盖同一个被子 我说有什么不敢的 我就 记得你看 我真的太逊了 就记不得 他就说 你们俩敢盖同一个被子吗 我说有什么不敢 我就把那个被子 往我们两个头上一蒙 哇突然间觉得好安静 外面的声音都不见 然后就我看你 你看我 我看你 你看我 就不知不觉就吻下去 对 27岁和导演陈怀恩结婚 习惯凡事照计划的杨丽英 打定30岁就要生小孩 为此还推掉工作 我那个时候 我决定要生小孩 那其实八字没有一撇 但是人家找我去 去要谈工作 那我就跟他说 可是我有想要怀孕 那我如果怀孕的话 我就不演了 你说你这样跟人家讲 谁要找你演戏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专心的 要在家里孵蛋 可是孵了半天 什么都孵不出来 压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因为我在那个时间 我有怀孕 我曾经怀孕过 然后也掉过 那也曾经又在怀过 然后后来发现 那个小孩有点问题 后来又做忧生 然后后来又在怀孕 结果又早产 后来又在怀孕 然后就是中间很波折 这样子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过了五年 那所以有时候 那朋友看到我大的肚子 然后隔一阵子 看到我肚子消了 就说铃银啊 现在几个月了 几岁了 我就 没了啦 就完全就是受伤 就完全心碎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样跟人家讲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 面对我的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跟他讲说 我怎么样很仔细的去述说 我这些日子的 我遭遇到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一言带过就说 没了啦 你不要再提了 可是当我露出那种 受伤的眼光的时候 我觉得朋友也很受挫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见人 我第一次怀孕 没什么经验 然后我就问王月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一直有红红的下来 然后王月就说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赶快带你去 我带你去 因为我搞不清楚 第一次我不知道说 那个叫做流产 我不懂 有安了一阵子 可是没有办法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那起起伏伏啦 也是谢谢老天爷 让我经历这一些 也知道说 生命是多么的可贵 以及 并不是说 你做好计划 你就一定可以 按照你的计划去 煎熬五六年 艰辛的求子入 始终不顺利 直到几乎放弃了 没想到跟着屏风 到美国演出时 两人得子成功 之后陆续生下两女一男 四十几岁 还意外怀了第三胎 那个时候 我在演那个 《精细启示录》 然后呢 我跟我的姐妹涛 在同一个房间 那你知道 女生在一起久了就是 就会变成同一个周期 对 那周期会一致 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来了 我没有来 好奇怪 那时候肚子一直大起来 一直大起来 然后我就穿那个束缚 穿着那个 因为要穿旗袍嘛 肚子很大 不好看啊 我就一直穿束缚 穿着三件 肚子还很大 那国修老师还一直笑我说 你看那个肚子像个癩蛤蟆 我就很气 可是后来发现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来 然后再去 怎么会 我那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 我前面想要怀孕 想 想过头 然后很千方百计 可是就 就没办法 可是现在就 她突然间就 就给你了 我觉得这 这就是个缘分 她就是要来了 第三胎算是个礼物吧 对对 因为 人家说 你不是不能生吗 怎么后来生三个 我说 大概 生过以后就生开来了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再仔细听听看 不只为了孩子不惜习影 谈了两年渴望已久的角色 后来也为了导演老公 陈怀恩忍痛推辞 只为了完成另一半梦想 拍摄国片练习曲 我老公就想到说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 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他就跟我讲说 我已经就要五十了 我如果 我一直讲要拍电影 讲这么久 我现在如果没有拍的话 我看我这辈子不会拍了 他这样讲你怎么办 他一天到晚讲故事给你听 你都觉得好好听 你应该去拍电影 好好听 他现在要拍了 他想要拍了 你怎么跟他讲说 不行 不准你去 说不出口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要去大爱扮演那一个 亲家 然后支持老公的那个角色 还是我应该放下那个角色 回到我的生活里头 真实地站在那个位置上 我想一想 没得选 就人生里头就是有一步一步 一个扛转一个扛转 那也许你这一 对啦 你现在也许回头看 觉得说 哎呀好可惜哦 你在大家都在往大陆发展的时候 你没去 对啊没办法 我的人生就是走在那个 我过不去 我就是必须站在这里 练习曲对他来说 卑鄙寻常 因为好角色会在有 但家和孩子 三宝妈的角色 无可取代 人生就是这样 杨丽依终于自己的选择 也因此拥有了最踏实的幸福 继续呢 又是另一个人生抉择 一来五节乡 压赏的起源地 有一家传承三代的古早味压赏 至今仍坚持着古法制作 用炭火还有白甘蔗 接力熏八个小时 烤出了亮红色的光泽 这肉质还带着有天然的甘蔗香 原本第三代传人赖正宏 并不愿意回来接班的 后来是在父亲苦劝之下 才下定决心 没想到一回来 他遭遇了厂房烧光的打击 来看他如何东升这起 让一甲子的美味继续飘香 顶着三十六度高温酷暑 白扑扑的鸭子大军 聚集在宜兰三星这处小溪谷 自动自发的成群结队 泡在冰凉山泉水里消暑 尽管立头恰恰 有了山泉水消火器 鸭子依然是活力十足 每回工作忙碌之余 赖正宏只要一有空 就会直奔鸭子生活的小天地 观察他们的健康状态 看到一只只鸭子活蹦乱跳 分寿适中的模样 赖正宏就很开心 因为体态健康匀称的鸭子 可是他制作美味鸭赏的关键之一 说到宜兰在地名产首推鸭赏 这道凉拌鸭赏是宜兰人餐桌最易做的家常菜 凉拌鸭赏 等搅拌好了 等待几分钟就可以鸭赏 凉拌鸭赏要能色香味俱全 主角鸭赏扮演绝对关键 但光是制作过程就很繁琐 一开头的去骨步骤还很耗精神 今天这样有靠绑吗 不够编 没有这边 这个编绑比较好 太扁 虽然退冰过了头 可也没影响去骨刀法 轻轻挤下边切带拉 全压的骨头就被剔除干净 留下完整的剔肉 压上了鲜味轻重与否 取决于腌制的时间 在肉片上均匀的撒下粗盐 折成三折像一个肉卷 就要赶快送进零下40度的冷冻库 急冻48小时 急冻的目的是要让盐的咸味均匀的 深入到鸭肉里面 而退冰后的鸭肉恢复弹性 才可以贴上八角形模具 进入炭烤阶段 在现代绝大多数鸭肠业者 为求快速选择电热炉快速烟熏 赖真同学坚持使用阿公流传下来的骨法 把一片片鸭肉像外套一样 有条不问的挂上烤架 还要仔细调整间距 这是因为每只鸭的肥瘦不一 如果距离没量好 很可能烤过头或是过深 这个阶段 生鸭肉必须经过4个小时 200多度的炭火焖烤 所花的时间比起电热烤炉 整整要多出一倍 赖真同学依旧采用传统制法 木制烤箱 木炭焖烤来烹制鸭肠 等待炭烤了4个小时 也不能闲着 只见它手法利落 把甘蔗剖成一节节适当的长度 这不是要拿来榨甘蔗汁 而是让鸭肠更美味的独门武器 终于4个小时的炭烤 鸭肉呈现淡淡的金黄色 腰披油亮油亮的 看样子这鸭赏应该可以出炉了 不过才一转眼 老板又去补个炭火 原来这木炭火烤只是第一阶段 真正的古早鸭赏 还得加上这一味 切好的甘蔗一叠一叠的 小心铺在木炭上面 炭火的高温烤出了甘蔗的甜味 很快的空气中已经透出甘蔗香 而这甘蔗烟熏还得再烤4个钟头 这薰是要让它的甘蔗的香气 融入到肉质里面 还有它甘蔗纯天然的蔗糖那个甜度 把它融入到它的肉质里面 而吃起来会完全不一样 只是甘蔗烟熏压赏 实在耗时又高纲为何还坚持这么做 如果用其他方法就是以机器代替人工的话 那古法的原理就不在了 因为如果用染色 用糖烟熏压 其实味道跟甘蔗熏的方式 味道会落差很大 这个已经经过三四个小时 已经烤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好了 它烤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这个颜色赤红色这样子 它已经完全入味跟颜色已经上色完成 一片的烟雾弥漫中浓浓的鸭肉香气窜出来 经过甘蔗烟熏后的鸭赏 颜色比碳烤的金黄色还要更加的红亮 经过八小时的碳烤加烟熏 鸭肉油脂充分被逼了出来 烤架上这整盘鸭赏 就像是刚出炉的艺术品一样 油亮中带着红色光芒 还没开口品尝 已经令人垂涎 避免烤过头要赶快把碳盆移出烤箱 余温上百度的碳盆浓烟不断冒出 虽然带着甘蔗香气 但呛入口鼻还是很难受 一下子就看到老板泪眼不缩 快哭了 哭了 为什么会哭啊 一眼都要一眼很多啊 每次这个 每次要收鸭子就是那个 对啊 因为一定要 一定会流眼泪这样 对 流泪美食 碳烤加上烟熏 炙成冗肠燥热 每天还会被浓烟呛的泪流满面 虽然爸爸赖胜安是出名的鸭赏达人 赖真红从小跟在旁边学习 得到了父亲真传 但这份汗水泪水交杂 格外辛苦的古早制法 一度让他对做鸭赏打了面子 从没有游到游 就是你要吃到鸭赏 就是要三天 因为前次作业后制作业会比较麻烦 那每天这样子做 我觉得传统事业真是很枯燥乏味 所以从中我自己有一年 就去台北工作一年这样子 但终究经不起父亲的召唤 他还是回到了家乡 老人家也有年纪的需要帮忙 第二个我们就是家族企业 是要流传下来的 知识回想没多久 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差点打垮了家族事业 短短的三到五分钟 全部都烧完了 那个很快 因为底下有油 上面又有压制 所以一下子不见了 因为前都是木头做的 完全就是全部都没有了 感觉说做那么久 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首有时候就讲说不做了 只是爸爸辛苦坚持了几十年 好不容易小有成绩的古早味牙上 要是在第三代断了 真的会很不甘心 牙一咬重新来过 其实有些人喜欢满下的 我很喜欢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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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刚才这个延续 所以它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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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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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香的 然后小朋友都会喜欢吃啊 所以感觉还不错 所以现在再来吧 全台唯一营用古早制法 这须压赏的美味 是宜蘭大厨爱用的食材 更曾被选为火焰料理 老陶主部燕雾北中南 在燕雾弥漫中 烘烤而出 明目其实的流泪美食 这传承三代的家业 更是无数看守泪水 慢工出细活的好滋味 同样是英雄传统的古早味 台南这一家手工制作豆花 比较不一样是老板又加入了 自创高低落差法 以减少石灰的用量 再搭配纯手工制作的荤柜 一举登上了国际媒体CNN和Discovery 成为是外国朋友们 记忆中的台湾好味道 除了做法传统细致之外 老板叫麦的方式也充满了 浓浓的古早味 她靠着双肩挑起扁担 沿街叫麦 说起来 谢明荣17岁的时候 是因为妈妈生病 她身为独子 所以高中一毕业 就得赶快赚钱养家 后来连爸爸都病倒了 豆花生意在创业初期 因为资金不足 无法有店面 加上她肩扛着双清的医药费 并没有退路 我们带大家来了解 这一碗台湾甜点冠军背后 其实有感人的故事 打回来喔 还要打回来喔 打回来喔 几身腰客 套新娘的豆花摊前 人气烧滚滚 来 帮我切一下 哇 这个豆花好像很特别喔 白好嫩好甜 对喔 那个吧 它为传统豆花一摇起 是许多套客心中的台湾等一秒 这个修安的豆花 它吃起来就是跟以前我们小时候 那个土枣味的味道就非常像 它就是很浓郁的那个豆香味 而且糖的焦香味又非常 吃了真的让你一口怀念 它的口感很细滑 细滑到很像在吃 呃 丝绸的感觉的那种细滑感 一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太Q 酥的好像有点过头 但是它的Q度跟那个弹度刚好 会让你会觉得 那个豆香跟那个Q就是完美 那个就搭配了 对 为了客人口中的高分评价 谢明荣一早就在厨房上井发条 哇 太烫了 对啊 你下面有没有摸到豆渣 豆渣在这边 然后那个是滤出来的 所以你看多细 我们滤到多细 原味豆浆宣泄而下 浓度是别人的三倍多 放在炉火上 豆香味充斥满意 把那个胶掉的泡泡撈破了之后 这桶豆浆不能喝 它那个胶味刺鼻 所以很多小细节在里面 魔鬼藏在细节里 所有步骤都是谢明荣 从无到有的摸索 之后进入做豆花的关键 那个水的冲力跟速度跟量都有关系 对 什么时候干一大力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要刚好嘛 要柔顺嘛 要顺度要够嘛 利用高低落差让食用石膏 和这一锅浓醇香 你浓我浓 紧紧结合 没有毛细口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下面是豆花 三秒钟决定细致绵密 其实豆花达人谢明荣 17岁为了佳祭当西点学徒 对 17岁他39岁开始中风 那时候分离只是只加3 分离只是加3 早上坐 晚上在医院 有时候在后面偷哭 因为我老爸哭 妈妈这样 我们爸爸有时候有问题 胆结齿 开刀 这种 那种 这种 那种 这种 那种做病院 这种更高 父母亲身体相继出状况 身为独子 一退伍想创业开烘焙店 缺乏资金 只能改做门槛较低的冰店 每天收现金 付双清医药费 一次偶然机会下 吃到难忘的豆花 吃了之后 我说好 我要跟你认识 我说你一个念头我想跟你学 你不用认识啦 你的生意要好 就要认识三个豆花 两天就会 欸欸欸欸欸 我说欸欸欸欸 很好了不然来 在豆花博身边看了两天 回家揣摩两年 才做出就像打了麦冲光 没有毛细孔的豆花 我打灰吗 打灰吗 因为它豆花很软 对 然后就是又热热的很特别 算说一年四季全部都是热的 对不过还是真的很好吃 我们每天都有吃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子的啊 只是挑的人太年轻了一点 应该是阿伯才对 2007年从豆花博手中 接下这个重达50公斤的担子 在这两年当中 我五成五败 大部分都拼到的 拼到的比做得比较多 但是我不去呢 做做了之后 我还是觉得坚持要用豆花 塞屋它就担到八十毁了 但这小年才有可能不大 数十年如一日 白泡泡又咪咪的豆花 完美见客 不只豆花 店内所有配料全部自己做 沸腾黑糖水或者素薯粉迅速搅拌 这就是吃不到会堆行刮的烘粿 那越透明的烘粿 表示它熟透的部分越熟 吃起来还会越软Q 那你外面吃到的烘粿 它可能只有 可能只有八分熟 七分熟 对 所以它有一点白雾 啪啪啪啪啪啪 等一下它变细腻的时候 它的啪跳是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们从耳朵听声音就可以听出它 东西好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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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看她小孩一直長 對 我跟她講一句話說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說 今天如果可以換的話 我願意 撐了一年 妻子離世 老媽在2019年也走了 謝明榮帶著一雙年幼兒女 和老爸爸繼續打拼 即使擔子沉重 但是雙腳和雙肩都是本錢 謝明榮把苦留給自己 呈給人這碗有故事的豆花 歡迎回到台灣亮起來 為了讓環境更好 全球禁止使用塑膠吸管的浪潮 造就了台中這一家科技公司 成為國際主務的新興產業 它位於台中太平 不起眼的鐵皮屋生產線上 這些吸管和餐具都是100% 可以生物分解的 廠商在2010年溫哥華 冬季奧運的時候 接到了國際訂單 零為壽命 最後完成出貨因此一戰成名 只是這一切的背後 可不是偶然的機會降臨 而是這一位化工博士黃建民 花了足足20年創業路 從乏人問津 被人嘲笑 一路到國際大廠 沒有台灣吸管貨 就不開門的龍頭地位 帶您看看兄弟黨 如何在逆勢中開創新曲 為了改善生產的效率 跟穩定度 把這個馬上花了 生產線前當機立斷 這一根根MIT吸管 日產百萬支 因為可分解 不僅外銷國外 連美國星巴克也找上塔 跟我們講說 我能不能做一支吸管 摸起來跟原來的一樣 用起來也跟原來的一樣 不管你用什麼料 換了最佳 最後的物性 你耐熱程度要跟PP一樣 哇 這個就考試了 所以我們就回來 就把所有的材料再重新來過 那我們把它 整個的配方也好 整個處理也好 我們把它最後可以做到 可以耐到82度 藍吸怪鼻孔中 拉出10公分的塑膠吸管 這一幕震驚全球 開始減速浪潮 2010年溫哥華冬奧 主打零廢棄 黃建民就在這場國際賽 一戰成名 電粉分解的塑膠碎片會反而更嚴重 所以奧運他不要這樣的東西 他原來就是 原來工業商給他的是這種PP加電粉 結果他就去檢查 哇 不對耶怎麼辦 剩下三個月 其實早上我們趕快 就是當救援投手 行為自己是救援投手 其實一戰成名的背後 黃建民創業夢 起起伏伏13年 好不容易打出知名度 如今國際大客戶 一架接著一架上門 這個是我們的客人 直接供到美國蘋果的總部 在他們的餐廳在使用的 哇 那這個就特別挑剔了 你知道賣給高科技產商 應該是在舊金山啦 那這個我們就當初針對說 我們光是刮嘴的程度 是什麼樣叫刮嘴 因為找不到什麼標準你知道 後來我們就要去設定規範 用什麼方式才不會把嘴巴刮到 所以我們這個設定就 哇 來來回回好多次 最後才弄下來標準的話 好 這個是過關的 找多少次啊 哇 好多次啊 搞了好長一段時間 最起碼光是來來回回 搞了三個月 老師 這個我們是GP332 對 他這個週期很快 員工們稱呼董事長都叫老師 因為董事長黃建銘創業前 是陳大化工博士 我剛好錯誤的文就 剛好一個題目就是要把塑膠分解掉 那是不是讓 要研究說土壤能不能消化它 就是養一些微生物來看 能不能分解它 結果發現沒可能的事情 不再逼微生物吃塑膠 卻因好幾年的研發經驗 黃建銘對怎麼讓塑膠分解 有新想法 我們一開始還是從一些包裝材料開始做 那甚至慢慢走到這種所謂的餐具類啊 因為最主要它的來源都是要經過 我們這個都要經過完全的檢驗 那要得到國際的可追肥標章 除了它的材質是百分之百 可以分解之外呢 然後它最主要是 還有所謂的生物毒性測試 研發成功可重複使用 還可完全分解 但初期產品進入市場 卻乏人問津 沒有人沒有機會往國外走 那我們一直在想 因為這種觀念 找新年國家比較OK 我們就開始就往日本去走 因為日本人對這個觀念比較早 他們是全世界最早開始 所謂的生物可分解 這種概念的一個地區 那時候 X米也在一些外商公司上班 我也在學校教書 我就找我弟弟說 欸 我不怕 想查六歲的弟弟黃玉凱 學的是氣管 做的是銷售 為了哥哥 他也一頭栽進生物分解領域 一開始投入這個工作 其實就想到說 欸 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個 應該是想說 前所未有的一個產業 因為這算是一個 產業的合命 因為傳統塑膠已經一輩子 那突然之間接觸到 這種碳水化物的結構 一下子也產生了 這個興趣跟熱忱 那哥哥的興趣也感染了我 也讓我產生了這個熱忱 更想說 對這個環境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最新興其實都是在 欸 應該是從我們那個小廠 一直想說 啊 其實行的地真的是 也沒有空間也沒有怎麼樣 想做一點什麼都困難 我們一直在找地方 那那時候是 那時候最新興苦 那個一年喔 總共一年做的生意大概300多萬台幣 那你想看付錢水就不夠了 那還有水電租金什麼 這個毛巾 這個毛巾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輕的機種那個啦 啊 兄弟討論看得出好默契 不是沒有炒過架 還好總能有效溝通 專業技術靠哥哥 弟弟負責打理業務 讓兄弟一起吃苦不曾埋怨 有一次喔 日本的一個協會邀請我去演講 欸 這次啊 剛才我演藝演講 多緊張呢 那怎麼辦 我就要找槍手 但是又不能讓他上勝 他就當我的特助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啦 那日本人給費用嘛 車馬會什麼費 反正他給商務艙的錢 我們兩個人剛好拆兩張 經濟艙的機票 然後又給旅館的費用 我們就兩個人住一間嘛 這樣也在做 就像這樣子就 反正就很課難的方式 去跟國際社會打交道 後來就是這個張瑩 適者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老師講我第一次蓋班 我都不知道怎麼介紹 那也要請教 合約怎麼跟廠商怎麼定 也是他們教我們啊 怎麼樣才不會吃虧啊 怎麼才會作對啊 這也都要說 哇 之後的運動還要怎麼說 這個合約要小心喔 這個要怎麼 怎麼 我們才懂 我第一次蓋住 它蓋這麼多錢 對很多大企業來講 就可能小錢 這樣對我們來講 是第一次第一次的 化工博士的科技廠 打響國際知名度 還吸引排座三井大廠青睞 未來完工的中核湖衛園區 將是台灣首家在科學園區生產 可分解塑膠塑膠原料的科技大廠 皇家兄弟 主夢踏實 搭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讓全球環境永續不是空檀 歡迎回到台灣亮起來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從百變楊麗英的身上 看到了走出童年負債辛苦歲月 一路為自己人生編織幸福的勇氣 也在博士兄弟黨的創業夢裡頭 看見了有實力 更要有搭上國際趨勢的敏銳觀察力 他們都在自己的專業路上 找到無可取代的價值 提供給您做參考 也希望透過今天的節目 能夠讓您感受到 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年修台灣 我是郭亞惠 今天節目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生命它會繼續的go on 只要你繼續的堅持下去 那個低潮會過去 人生繼續堅持堅持 低潮過去 你就會迎向光明 加油 8月1日 9日 高復 讓你留意 多 Ring 10日 大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